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大家好 一年多集,你都幫我們分享了 Dr.Foulen在Glasso醫院 20年的臨床經驗處理肺炎的問題 現在應該來到,好像是當不幸運了 肺炎去到一個晚期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處理呢? 大家都知道了 現在很多人都是死去肺炎的 正常一般來說 很多人都是因為肺炎而死的 現在說的是晚期 晚期就是說呢 這個階段呢 如果你醫不好 病人就會死的了 這個所謂叫晚期 那Dr.Foulen就說呢 他當時的經驗呢 他說他用有六隻 處理晚期的療法療劑呢 他說呢 他那個基本上呢 他會 預期是百分之一百會好回來的 那麼當時呢 他告訴你呢 當時在醫學界 他們醫肺炎呢 那個死亡率呢 是百分之二十三的 都比較高的 那最近的 我們看到呢 在現在的 今次的新冠狀病毒肺炎呢 好像呢 你去到那個肺炎階段呢 差不多的死亡率是一半的 就是五十百分之一 都相當高的 所以呢 接下來呢 這六個的 美期晚期肺炎的療劑 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 好好地學習 當然希望大家 不要需要用 但如果真的用得到呢 這個就可以救命的 好了 第一個療劑呢 是Antimonium Tart 我們叫酒石酸剔 Antimonium Tart A-N-T-I-M-O-N-I-U-M Tart T-A-R-T 就是宿舍這樣 差不多 OK 通常呢 就是有一個 或者是晚期的 OK 你不會在早期呢 用得著這個療劑 通常呢 真的變成是晚期 那當然那個病人呢 病得很嚴重的 他整個人呢 就是白了 還有那個人呢 在這種 他叫做 抽起 就是抽起 那種的感覺 拼了 收縮了 你看到呢 那個皮呢 皮的顏色呢 通常都是藍的 OK 還有呢 有些是 爛寒 OK 看到鼻蓋呢 已經抽縮了起來了 還有呢 鼻葉呢 也有一些 髒髒的顏色的 當然 在這種最美期的時候呢 你搏命在你 呼氣呢 你看到鼻葉呢 是不斷地很大量來動動的 OK 還有你看到胸膛呢 胸邊呢 那個肺腔的胸邊呢 還有頸部的肌肉呢 是抽縮都很重要的 是漲漲漲漲 在這裡呢 是掙扎著來呼氣的 那典型的那個病人 那個 還有他的鼻呢 通常呢 都是 都是 就是 那個 青色的鼻 Livet 的color 那很明顯呢 那個病人呢 整個呢 差不多就會崩潰的了 OK 那 好了 那所以呢 就 還有呢 那個鼻呢 除了那個青色 青色 而且很乾的 OK 所以你看到這個病人呢 你看到呢 是他在這裡掙扎得 是受苦得很厲害的 啊 很艱苦 那樣的 但是雖然是這樣呢 他們那個心態呢 都是就是 不要教我 不要教我 就是他不想人家騷擾 他也不想跟他講話 也都不想講話 這樣 但是你看到的樣子呢 當然他這麼辛苦的時候呢 睡了在這裡 大量地來吐氣 大量在這裡 是新人的樣子 好了 一般來說呢 通常這些病人的那個 利胎呢 是會有一種 很厚的利胎 通常呢 就是有一種 很白的利胎 就是好像陶瓷那些 那些白 是黏黏白白的 但是都偶爾呢 你也會看到一些 啡色的 還有它很骯髒的 但是比較少些 但是通常來說呢 你會看到呢 是很白的 很厚厚的利胎 還有呢 他們是完全是 沒有口渴的 不想不口渴的 OK 還有呢 他們就是不喜歡吃任何東西 OK 任何給他們吃東西呢 因為它很不舒服的 尤其是給他奶喝呢 它簡直是受不了的 更加會立刻作嘔的 好了 在這個情況之後呢 你看到呢 他們呢 排出大量的黏液 還有呢 你聽到他的心 你聽他的胸膛呢 裡面是 潰窩的聲音 就是很明顯呢 很座 fl Frauen 在水裡的感覺 墊磨 北溫堡 好大聲的聲音 更近 so she will beaus 雖然ク Politu faculty 聽著他的胸膛呢 蚝裡面 好多水漬了 但是呢 這是一個 哭不出來的 這個是最辛苦的 OK 通常呢 它啜悶也很厲害 但偶尔可能会吐的,当然病人觉得胸肛是很压迫感 而且整个胸部都很痛的 当然不能够有任何东西放在胸肛,扎着胸肛 就算有毛巾扎着它,通常它都会推走 所有东西都不行,都不能扎在胸肛 病人对任何局的空间是很不喜欢的 他们要休息很强烈,需要很强烈 但如果房间比较暖的时候,它更加不舒服 尤其是有暖炉,它更加觉得很不舒服 好,你看看它的手脚,手指,脚,下肢 通常是比较蓝蓝,仓白色 而且可以看到有些震震的现象 任何的焗暖是很不够的 但它也说,它觉得膝头以下是很冷的 好了,这种情况之下,病人当然是不能够躺平的 唯一一个舒服的体位置 所以,病人在床上扶着它,扶着它起床 任何的胸部就不能够有任何热力或者绑绑 好了,对于病方面呢,大概是哪一方面多到呢? 其实呢,两方面都有的 我们在今次新冠状病毒呢 我亦有时在网上看到的资料呢 它就提出一种肺炎呢 它就叫做Interceal pneumonia 我觉得是好像很吻合现在这个症状 是 即是里面有水肿、水积 Interceal 即是差不多可以这样广泛性的 是空间的所有的间隔间之下呢 都有这些这样的肺炎的 那我觉得呢,那个症状呢 听我的资料就好像是这个疗剂 好像是这个Antimonium Tart这个疗剂的了 好了,好明显呢 在这么大的水,即是肺积了水 压力之下呢,那个心脏衰退就很快会出现的了 OK,那么它看到的蜜薄呢 通常是不规则的蜜薄 那么呢,那个心脏呢 会开始是肥大,开始脏大的了 OK,那么通常这些这样的症状呢 是后来出现的 可能是第五日之后呢 才会出现的 通常呢,不会在早期这样出现的了 OK,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其中一个 晚期的肺炎的主要的疗剂 好了,接下来讲另外一种了 那这种呢,我们叫做Carbo Veg Carbo Veg是植物碳 就是那个疗剂呢 就是那个疗剂呢 是有一个植物里面呢 是烧了变为炭 那再从而呢 是制造出一个这种这样的疗剂来的了 那也都有一些人就叫做木炭 就是木炭 就是木炭 植物碳,木炭 就是英文叫Carbo Veg Vegetable Carbon 那样 那些也叫做木炭 那样 好了,因为在同一疗法 你有另外一个疗剂呢 是Carbo Animalis 是动物碳的 由动物那里呢 是烧了动物的变成一种炭 那现在这个呢 是木头的 就是植物的炭 所以叫做Carbo Veg 那 其实呢 这个呢 和刚才所说的 那个Antimonium Tart呢 那个酒石的酸体呢 其实是很难分辨的 因为很多地方很相似的 但当然呢 它有特别有些不同的地方 那在那个表面看上去呢 Carbo Veg 那个植物碳、木炭呢 都是有一种 就是好像缩了那种 那样的表情 那还有呢 它的呼吸当然也很辛苦 那个鼻液在那里煽动 那么多人呢 整体都是蓝蓝的 那但是呢 那个木炭病人呢 就比较上蓝一点的 而那个Antimonium Tart呢 那个病人呢 是比较上青一点一点的 ok a little bit 多一点的 ok 那还有呢 在那个木炭呢 那个病人里面呢 它那个四肢的那个 那个瘡白呢 是比较少一点 ok 比较是 就是没有那么紫色 就是没有那么紫色的 是指甲比较白一点呢 还有呢 很多时候呢 都有种冰冰冰的汗在里面的 当然呢 这个的那个木炭呢 植物炭的病人呢 他们通常呢 就是很需要休息的 要拼命扯气扯气的 那还有呢 记住呢 它是很冷很冷的那种 那种的感觉的 ok 而那个anti-moning tar呢 就没有这种 那么强烈的 怕冻的地方 那就是这个两者之间呢 就是这些方面的 有点不同的啦 好了 那那个植物炭呢 那个木炭的那个植物炭呢 通常呢 都是比较紫一点 还有有一种肿胀感的 ok 就那个 它那个利胎那里 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anti-moning tar的利胎呢 是典型呢 是很厚白色的 ok 那但是呢 那个植物炭呢 Carbovash 那个呢 就比较脏一点 黄黄啡啡 比较脏的利胎的 ok 那还有那个 不同的地方呢 那个植物炭呢 通常呢 就是比较很口干 很口渴 而那个anti-monium tar呢 是比较上呢 那个酒石酸体呢 就anti-monium tar 通常不是很口渴的 啊 那所以典型的那个 木炭呢 通常呢 它会喝点 就是叹一下叹一下 一些冻水 ok 那还有呢 就很多时候呢 它告诉你呢 它的口那里是一种 很臭臭的 就是那些 就是 很 不好那些这样的 味 ok 好了 在那个胸胸的 心胸的症状呢 木炭呢 通常呢 就会发现呢 它是 就是 就是 它是比较实 就是实形的 就 就跟刚才 那个anti-monium tar呢 是整体呢 就是很多的声音 好像那些 好像那些水里面 很多的气泡 那些声音 这个是一个很 很特别的地方 那你可以听得到的 那有时候呢 就算 如果你说没有 那个医生的 那个听筒 有时候用耳朵 走过不要 alar 你会听到 头发 datos 很多很多很多 水在 là 那h 就会浸死,这个就是Antimonium Tart的症状 木炭的胸口那种冤痛和损痛是比Antimonium Tart更严重 当然口水的痰也是很难吐 就是Antimonium Tart都是比较很难吐出来的 很有趣的,就是那个carbovetch的木炭 这种形状是很明显的,它躺在这里向后挨 但搏命是在那里吸气的,很有趣的 这种木炭的病人,通常给它氧气是有帮助的 你看到Antimonium Tart是氧气都帮不到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是水分了 它整个肺的细胞都是充满水分的 这些是我们网上去看到的资料 所以说很惨,我们就这样给它放氧气 给吸氧气其实都没什么帮助 但是carbovetch不是的,carbovetch的病型 那个状态就是,它会觉得有养分会舒服一点 当然两种的疗剂都是感觉 胸糖好像有很重的物件是扎着它 很大压力,有时候它感觉到 胸糖好像快要爆炸 好了,还有一个分辨的地方 木炭通常肚子有很多不息 还有很多脏气的,谷谷和放屁 而Antimonium Tart的不息是觉得作呕作门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差不多在美其肺炎上 是常用得到的 好了,它的体胃方面 病的时候,其实两者都是很难分辨 因为大家都想坐起床,承托着它 两家都不想有些东西围着胸口 压着胸口,或者固着脖颗 但是木炭就会被你运用一条毛巾 那条毛巾是包着它,让它暖一点 但是,那个酒石酸体 Antimonium Tart 就连这个毛巾都不想放在这里 走得欠不到的,OK 还有一个分辨呢 就是木炭的病人,通常睡觉的时候 他就会突然之间就好像扎醒 好像是透不了气的,OK 睡觉之后,突然之间就很难 好像这样叹醒的 那,好了 那大家都是有心脏慢慢衰退 最大问题就是这样 那心脏慢慢是退化的 那整体来说,木炭的体温 就是比antimonium Tart 酒石酸体,没有它那么高 OK 可以说比较中度一点 通常你会遇到这样的肺炎危机 OK 好了,有人会问 就是这么危险,这么危急的时候 已经晚期了 那你用疗剂呢 那你怎么知道会对不对 几次好吗 就是几快会有反应呢 Dr.Bowling的经验呢 他说,很多时候呢 六个钟头 你就会看到它的反应 好了,六个钟头这么快 那你怎么知道它是好呢 因为昨天所说 因为它的心脏已经衰退了 所以呢 如果你是 不是即时可以帮到它呢 那心脏就会衰竭了 好了,如果即时帮不到它 即时救它不到呢 那你可能呢 就要处理心脏 要用一些疗剂呢 去治疗心脏了 好了,一般来说呢 我们都觉得呢 六个钟头到十二个钟头 它呢 就会开始有些改善了 那么尽量呢 就不需要用其他刺激性的药物 那么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如果这些急症呢 是西方的对抗症医疗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用一些西药呢 去刺激病人的 那么 podob的 那么DOTcl Maryland说呢 它绝对不会用到的 那么他们说 嘿嘿这些 这些重疑的药物呢 是会令到病情更加差 但是 它的经验呢 对木炭型的病人呢 有的时候呢 喝点咖啡 会帮得打他们的 嗯 那么好了 有人问他呢 那么看 estay like 疗剂 就是你用什么的分能呢? Dr. Boleyn说他用的分能会用得很高的 差不多是用到Cm,Cm差不多是最高的分能 他说在这种情况,他就会用一些Cm这么高的分能 每10分到15分钟就会用的,一路这样重复 一路不停地用的疗剂,10分钟15分钟重复 直到病人开始有反应了,什么反应呢? 通常的病人就会感觉比较暖一点 他本来就以前好像冰凉的感觉,开始就没那么冷了 他看上去也没那么冷的,或者你摸他也没那么冷的 而且那些汗就开始慢慢消失了 接着呢,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这个很急的 就是你要六个钟头里面或者几个钟头里面要好的 那如果他有这个,天理我疗剂,10分钟15分钟给他 那接着开始有这些反应之后呢,你开始慢慢去 不用给得那么密了,每半个钟头给他 那他一路都看到他那种青白,那种青,就是蓝蓝指指那种的情况 这种情况呢,是会二十二个钟头里面呢 是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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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消减 那你知道呢,就是那个病人就已经改善了 OK? 嗯 好,那这次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稍后再继续 今天那个自然疗法与女就是肺炎的同类疗剂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 就可以做到一个接地器,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 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呢 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一路有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买了回去的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了 接地器的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这是肺炎的同类疗剂 袁医生,麻烦你继续再帮我们介绍多一只疗剂 关于在晚期的时候,肺炎是可以用什么疗剂呢 好了,跟着和大家介绍另外一只疗剂 在那个严重的或者是晚期的肺炎呢 是要其中一个经常用得着的,OK 通常这个疗剂呢,英文叫做 Protestium Carbonate,Carly Carb 我们翻译呢,叫做炭酸甲,Protestium Carbonic 通常呢,这种肺炎呢,通常都是每期啦 但是五日之后啦,OK 那么很多时候呢,是什么情况之下会用得到呢 就是我们之前有很多介绍的疗剂 是早期应用的,OK 那么你早期应用的时候呢,可能是未对的 那么它慢慢地演变演变,演变到到最后的肺炎出现了 那么那时候呢,通常呢,就会考虑呢,就用那个Carly Carb 嗯,OK 好了,看那个病人的那个表面啦 那么通常呢,都是呢,就是那人很累啦 因为就是,然后受这些这样的肺炎的侵襲啦 那么那人呢,就很青,很白啦 还有个人呢,就是,就是松懈啦 就是好像个人差不多 就是,总之就是一个人是一个很潮水啊 啊,没了力啊,啊,啊,好像被冲走所的那种感觉 还有面部呢,你要看到呢,就是浮浮种种 还有呢,有时候呢,你日子有机会看到呢 它的眉心之间呢,那个部位,那个面部位呢 是一种浮浮种种的 这个呢,是很典型的,那个碳酸甲的那个症状 那当然呢,个人呢,都可以说,很焦虑啦 很紧张,很焦虑啦,很害怕那种的感觉啦 那还有呢,就个人呢,就很震的 有时候,面部的肌肉呢,有一种震 或者呢,是手指啊,都有一种震震的那种感觉 或者呢,他手指就不断来到撕,撕着手指 那种很不安的那种感觉的 好了,这种感觉的病人呢,就不喜欢 被人呢,就是独处的 那他通常呢,如果他独处呢,就更加害怕的 OK?那他当然呢,他也是,那时候很敏感 啊,还有很容易闻疹啦,很容易怒啦,OK? 那对任何的周遭的声音的噪音呢,是很特别敏感的 他们那个嘴唇呢,通常都是紫色啦,即是没有血的啦 啊,肝啦,还有裂的,那,还有呢,那个腻胎那里呢 那里呢,你有时候看呢,就好像那条腻胎呢 是,可能比它绿生过这种感觉的 干干红红呢,有一种好像那种烧坏过那种的感觉的 那,肚子的时候呢,你会看到那个腻胎呢 都是污污脏糟,啡啡啡啡的腻胎的 好了,那一般来说呢,那个碳酸甲的那个病人呢 就不是多口渴,虽然呢,他的那个腻,那个嘴呢 都比较干,那但是呢,他通常呢,就喝呢 就用一点水,摘一下摘一下摘一下,是不喜欢 是,就是很口渴那种的喝的,咳呢,就倾向干,很咳很干 咳到呢,好像透不了,可以咳到咳到咳了 咳完了之后呢,通常呢,就会出出大汗的 痰呢,都是少啦,很难吐啦 通常呢,就在那个喉咙尾那里呢,咳到上去呢 跟着咳不出来呢,就吞了就算了,OK 那好了,有一两个的,在那个碳酸甲的指引呢 那第一就是,他们是很怕风吹,轻微的风吹 有点风一吹,它就会卡卡卡卡轮 风吹它们,令它们特别觉得寒冷 它们的体位都看到,它都喜欢坐起身 当它辛苦的时候,它通常喜欢坐直 通常坐直得来,微微向前傾,以及用手肘承托在膝头方面,来咳嗽 通常它的位置就是这样,坐直到起身,向前傾,手肘就按在膝头那里坐 当然咳嗽的时候,令到胸膛非常之痛 那种痛,它会说是一种刺痛的,就像针来挑它那种痛 甚至有些尖要的东西,来插那种痛 这种stitching,stabbing那种痛 通常受影响的部位,是左边多于右边 还有左下方,是多于上方的,这个是碳酸甲肺部受影响的 当然,碳酸甲肺部位,也很容易出现心力衰竭的 OK,上次之前那两个疗剂都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到,它的蜜薄很弱 即是没有什么力度的,那个蜜薄 你可以看到,通常它就很弱,而且很明显,就是蜜薄就开始显示那个心 心开始弱的了,OK,好了,在一个时间方面,是哪个时段呢 那个,这个病,这个,那个,那个,炭酸甲那个时间呢 通常呢,它最差的时间呢,是凌晨2点到4点的 那就是说呢,是围绕凌晨3点钟之间 OK,那你会发现呢,这个病人呢,是突然之间呢 在凌晨3点钟之间呢,就坐在那里,在那里拼命,在那里扯气的 感觉那些心胸呢,特别紧,特别痛 还有呢,有一种记住,好像有些尖锐的东西是插它 来捉它那种的心胸,这种这样的痛 OK,那好了,那,碳酸甲的病人呢 那里呢,都有很多些气,很多些放屁啊 那肠那个腹股,腹部是很不舒服,而且很脏的了 OK,那在那个疗势方面呢,Dr. Boleyn就说呢 他就不会用到,好像之前用到CM那样高的份量 他通常用1M,他都足够了 那如果他那个效果,通常呢,如果是效果不够呢 那他可能会去到10M,那这是比较上呢 是高份量的疗势,处理这些急性的,严重的 那个肺炎那些问题的了 嗯,好,那今天呢,就介绍了三种 就是去到晚期的时候的时候的疗势 可能处理这个肺炎那里了 那三种都有各有那个的特点,重点 那当然啦,不希望呢,就是大家有需要用到啦 不过,学了有一个旁生 那也都呢,可以给到大家呢,一些的安全感啦 整天我们经常都说的啦 这个,这个新冠状的肺炎呢 其实不是说没有药医的 是百多年以来呢,已经是有同类疗法的医生 也都是有临床上面的医生 好像Dr. Boleyn呢,就有20年的临床经验呢 就是将他自己的经验呢,就写完了 在本书里,由袁医生帮我们分享出来的 那令到大家呢,希望呢 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 也都可以听你的信息呢 告诉你的家人听啊,身边的朋友听 那你不要造成那么恐慌 那自然呢,大家的那个免疫力呢 就不会因此而被降低了啦 那最终最终都是要大家 提升自己的那个免疫能力呢 那才可以一起呢,很安全地度过了这个疫症的啦 那今天的分享时间差不多啦 那多谢袁医生啦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啦 好,今天麻烦你了 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如果听众想购买今集 袁医生所提及的产品 可以打去陆创意健康店